可爱灵巧的警犬朱迪 2月1日在香港警务处灵犬员的带领下 出现在香港会展中心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表演 跟随着灵犬员的指令 聪明的朱迪一会儿端正坐好 一会儿乖乖趴下 一会儿礼貌坐一 这些动作对朱迪来说都是小儿科 朱迪还在现场展示了搜查毒品的本领 灵犬员介绍说 即使混入茶叶 榴莲 咖啡 嗅觉灵敏的警犬还是能分辨出毒品的味道 警犬聪明伶俐又任劳任怨 可是他们退休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的警犬如果退休以后 我们灵犬员是首先 首先去可以领养他的 当然你要看看自己的家里 或者是地方适不适合警犬去领养 第二 如果灵犬员 比如说我家里可以养狗狗 但是其他的市民有兴趣养狗狗的话 可以申请 可以申请去我们竞犬队总部 去领养一些退休狗 但是我们会到他的家里去 访问 访问一下看看他们家里 这个环境适不适合 如果适合的话 还要看他的背景啊 也是杜鹃你刚刚那个问题 会不会有其他的坏人 把这个领养拿回来 我们会查查他的 看看他是不是领养 如果真的没有人去领养狗狗的话呢 我们在竞犬队的总部 他会有一个地方 给他住给他吃 而且我们每天都有专业去打理他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